关键时刻掉链子 滚一边 斜剑仙 我看你往哪跑 烦死你了 没用的家伙 后兔 甘不甘给我板主祥事件回复 趁你病 要你命 有本事 别对弱者下手 我与你单条 他才是我之心头大患 而你 我抬手就可灭 说什么牛的 超长剑城打击 不愧是斜剑仙 三成功力竟这般可怕 知道厉害 还不跪地求饶 华天下只打击 看招 他瞄的 到底是那个捞刘海窝 使我死之酸马无比 你没事吧 能有什么事 他打得越凶我越喜欢 你他瞄的疯了 挨揍 可以助我破开修为封印 回头我绑你 快滚开 你倒是继续跳啊 这点能耐而已吗 猪大镖 你赶紧逃吧 他不敢杀我 你就这么笃定 难道不是吗 确实如此 杀了你不如把你当做筹码 逼迫你师尊显露真容 你怎么敢说出这样的话 难道不怕被我师尊杀 实话告诉你吧 有人出大代价 买你师尊真容 对方喝了多少加酒 才敢做出这样的蠢事 你师尊虽强横 但比之那个超自然的神秘势力 还是差了些 敢不敢告诉我 是哪个势力 树不奉告 乖乖受降 有什么招数 就使出来吧 腕椅是神符 让你尝尝被蚕食的味道 去他瞄的酸马 后吐你完蛋了 猪大镖 你终于站起来了 喂 小子 又是你 浮云显现 受死吧 小师妹捧着了 他瞄的 遇到你准没好事 听气凶烫 会脱逼你糟话 真不把我当人看吗 疼死了 后吐夹八戒 那我痒痒呢 小子别太猖狂 马上让你后悔 后吐万雷福 别泪真 小子 为何你使我 使得这般顺滑 似乎就是你织兵器一样 事到如今 你还没误吗 难道我真的是你织兵器 没错 叫爷爷 打情骂俏呢 能不能尊重一下我 他人呢 猪大镖 你要小心 不出意外 他就要动用秘术了 既然敢把你们骗来 我就一定有后手 妄脱卖瓜 此锤子夸 你已经扔我了 天地为木 日夜为号 乾坤这魂服 灵火之光 七干与日月标饼 等着被我之本命符炼化吧 999 嘘嘘嘘 用灵魂传音 等会我破开次负 你就顺手给他一键盘 不好不好 不若我们将计就计 假装被他封印如何 哦 意思是挂在他脑袋上 看他背后还有什么勾当 正是如此 我想找出那个 对我师尊不利的神秘势力 好几次厚吐的一顿衣卧锦熟燕地 说什么也不能让坏人得逞 刺激吧 跟着我保管你玩个够 999 小师妹 别喊了 他修为太低 已经被封得严严实实 你们说王曼丽 有没有可能还躲在附近 不能吧 折腾了三天三夜 说什么也不能再继续了 我们这是去给雕像收尸吗 王曼丽凶恶无比 收回来的雕像还能用吗 修修补补补心血还行 朱大彪的法像雕塑 能助我们攻破那个逆天宝藏 不能丢呀 眼前的这对关事 有些眼熟 嘶嘶嘶 恐不如斯 这是朱先生的雕像 大彪啊 你被弄得好惨呀 要是朱先生知道 我们这样玩他的雕像 会不会干了我们 反正也玩坏了 不如再玩一把 这就是你说的逆天宝藏 没错 就是这里 还真是逆天宝藏 燕丹飞之神王一观众 天呐 这是一座神王宝址 什么 居然是神王 那个遥远年代 才有可能出现的神王吗 实际了 这般不得老字 已经说明了一切 燕丹飞 这名字有些熟悉啊 管他是丹还是双 请出出大彪婚开就是 朱兄弟冒犯了 借脑袋一用 果然好使 带我等寻的至宝 必分他一成 谁人那么大胆 竟敢破我宝址 糟糕 是宝藏守卫 无奈神王燕丹飞 得一丝毛发 二等小辈要找死吗 一丝毛发也敢叫嚣 叫你家大人出来跪着说话 楼椅不大 口气确实如此毒辣 居然有人要挖我之衣冠种 这般不惜命的吗 是哪个时期的衣冠种 神王时期的衣冠种 小小神王衣冠种 有什么喜爱 送给后辈吧 不若将你的衣冠种 也一并送给他们 不妥不妥 我们还是去瞧瞧 稀少一下这些贪心的后辈 不妥不妥 en 你 这些人